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不同材质和不同设计款 合适自己的戒指佩戴 相信对个人的开运会更有帮助 一般戒指佩戴的方式都是按男人佩戴在左手 女人佩戴在右手上 二 佩戴的方式 如果你要招财 无论正财还是偏财 那佩戴的位置要多注意 要把戒指佩戴在你的无名纸上 这个位置会更多地帮你聚财 让你的财运会很旺 运气慢慢也会好起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 结婚的时候婚戒也要佩戴在无名纸上 那是因为无名纸也表示姻缘 如果你已经与心爱的人订婚 戒指佩戴在这个手指上 会更促进你们的姻缘 让你们早日走进婚姻的殿堂 如果是女性佩戴在无名纸 也会对其有修身养性的作用 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据说如果第一个给你佩戴上戒指的人 无论给你佩戴到哪个手指上 那么这个人都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也是你永生难忘的人 可能以后你们由于多种原因 而不能在一起 但你们的缘分是上天注定的 即使这辈子没有缘分 不会在一起 如果有来生 那下辈子你们一定会再次相遇 而永远在一起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这里只是希望每一对有缘的人 都能很好地把握对方 懂得去珍惜 不要等失去之后才后悔 最常佩戴的又能开运的方式 把戒指戴在中指上面 中指可以集中所有其他部分的力量 不会分散 把戒指佩戴在这个手指上 可以帮你吸收更大的能量 而帮助你开运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种佩戴方式 说不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 二 戒指左金右银 极力吗 左边金戒指 右边银戒指 不会不极力 从风水学上解释 就是财位于林 左金右银 左金右银的寓意是 左招财 右手财 金是戴左手 起到辟邪招财的效果 银是戴右手 起到帮助身体健康的作用 佩戴左金右银 还代表一些美好的寓意和祝愿 此外 在有些老人的说法中 左手佩戴黄金 右手佩戴白银 这是埋葬死者时 佩戴金银首饰的方法 尤其是手镯 活着的人不能这样戴 在一些书籍上的确有记载 许多古人在下葬时 左手戴着金手镯 右手戴着银首镯 然而并没有名门记载 活着的人不能这样戴 三 左金右银同时戴好吗 一 银是有褶 银是当中含有元素褶 这种褶元素可以通过皮肤 进入人体 起到保健的作用 由于金相对比较坚硬 相对银比较质软 如果两者一起佩戴 两者就会产生磨损 这样不仅影响了金饰的美观 也会让微量元素 不能很好地融入身体 影响保健的功效 二 影响美观 日常生活中 金银一起佩戴不是很优雅 不是正确的饰品佩戴方法 而且一起穿戴 不能突出金和银各自的美观和优势 降低了佩戴的意义 所以一般佩戴都不超过两件 三 左金右银 有什么讲究 只戴一只 只戴一只的话 建议是佩戴在左手 佩戴两只 两只手都佩戴饰品的话 建议是每个手各戴一只 或者是都戴在左手上 佩戴三只的话 建议都佩戴在左手上 不可以一手戴一只 一手戴两只 如果你结婚了 还有婚戒需要佩戴 那么可以将结婚戒指佩戴在右手 经营首饰佩戴在左手 如果是手镯和戒指都要戴的话 就要戒指戴右手 手镯戴左手 戴戒指的风水禁忌 四 婚戒要戴对 其实现在很多人戴戒指新的时候 都是随便佩戴的 并没有考虑戒指的寓意 其实戒指是不能够乱戴的 尤其是结了婚之后 婚戒通常都会戴在我们的左手无名指上 这往往也代表承诺和誓言 以及两个人的爱情见证 因此如果你是已经结婚的人 那么你的婚戒要戴对手指 不然有可能影响你的婚姻 五 戒指要戴在左手 其实在风水学上 不是随便哪种手都可以佩戴戒指的 西方有护纵说法说 左手更靠近心脏 通常戒指是戴在左手上的 如果戴在右手上 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太好的运气 因为右手在生活上使用的频率更高 在右手佩戴手势 有可能会造成生活的不便 有时甚至发生意外 六 伪戒不能随便戴 很多年轻人会选择佩戴伪戒 伪戒除了是一种单身的象征之外 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规避小人 但是在我们结婚了之后 就不可以随意地佩戴伪戒了 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对我们的婚姻关系 造成一定的影响 招来不必要的桃花 对夫妻的感情产生影响 七 错戴戒指会破财 因为每只手指头都包含着不同的寓意 因此在佩戴戒指的时候 要根据每个手指的寓意进行佩戴 千万不要戴错 不然一旦戴错了戒指 就很容易出现破财的现象发生 有的时候还容易导致我们阴差阳错 弄丢了工作 因此 要是想将戒指作为一个装饰物 佩戴在手上 需要多加了解每个手指的含义 以免造成不好的影响 三 心经戒指应该怎么戴 关于心经戒指 有些人认为适合戴 因佛再弘扬佛法 解救众生 但凡有佛像经咒处 便有守护神常驻 只要有礼佛之心 戴心经戒指就百无禁忌 但也有人认为 心经戒指都是戴在手上 这样不恭敬 因为手的位置太低 对于经文来说是不好的 又正因为经文所在之处 如同佛在前 日常佩戴心经戒指行动 处理昏食 碰到脏东西 洗澡 如厕 甚至行房 恐怕都是亵渎 因此不介意手带心经戒指 而若如果真的要使用心经戒指 建议是需要寺院镇过 回家好生安置 供奉在干净无尘的整洁处 建议在日常生活 有可能不恭敬的行为之前 或在晚上入睡时 最好摘下放到供奉的地方 这样比较适合 保持我们对佛菩萨的恭敬心 尤其既会放在卧室 以免亵渎 另外 心经有净化心灵 安神定气的作用 可有心经的戒指 也可放置在房屋的集房 或清静的场所 将其摆放在书房 办公桌上 可以使精神状态安定 四 同时佩戴佛戒指还要这四点 一 头部朝向自己 自古以来 我们佩戴佛像 都是头部朝上佩戴的 所以在佩戴佛戒指的时候 要把佛像的头部朝向自己 这样寓意好 是正的表现 也是符合人们的审美观 更是对本命佛菩萨的尊敬 二 远离腐蚀物品 本命佛戒指 因为是用很多珍贵的材质打造的 不能够接触腐蚀性的化学物 所以要避免像香皂 肥皂 洗衣粉等沾到戒指上 因此洗澡时要取下 三 要行善积德 本命佛戒指 在佩戴过程中 原主最好遵循佛教的教义 广修善缘 切不可为坐监犯科尔之事 这样才能让本命佛 发挥更好的效果 四 不要沾染污秽 本命佛不能沾染污秽物 这是不尊敬的 还会影响灵气 如果不小心发生了 可以用清水清洗 并祈求佛菩萨原谅 此外 本命佛都是佛教的功德菩萨 他们应当远离人间色气 所以夫妻何妨的时候不便佩戴 四 佩戴心经饰品的好处 心经贴手 可驱赶邪宁避险 安神养心 缠定心境 保平安富贵 而心经饰品也能帮助人们 在悬浮的尘世中 寻求内心的安宁 一 摩赫大也 菩萨教授我们要有广大心量 有包容心 二 般若智慧也 菩萨教授我们用智慧去办事 用智慧去利益人民 三 菠萝米多 到彼岸也 度生死苦海 到涅槃彼岸 菩萨教授我们做事 要有头有尾 才会圆满 要帮助苦难的人 从苦难此案 带到快乐彼岸 四 心 自信 如来得性也 菩萨教授我们 要从心地远离 贪嗔痴等烦恼 学习如来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五 经 契机契礼也 菩萨教授我们 自学或教人 要符合佛菩萨的道理 也要有观机说法的方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